前不久,甲骨文宣布裁掉中国区研发人员的消息。网上一片哗然,老员工甚至拉横幅表示不服。关于硅谷巨头甲骨文的崛起、嚣张、在中国的衰败等,都已经被扒得所剩无几。其实裁员十分正常,甲骨文还给出了按照安、加六、员工日常工资的赔偿标准。也十分良心了。 让笔者意外的是,这次裁员并非是优化,而是因为中国的工程师太厉害了。不能再继续培养他们,以防中国经济超过美国。甲骨文创始者拉里埃里森在18年接受采访时曾说,不能让中国产出比美国还多的工程师。中国是美国很强劲的对手,如果让中国在经济、科技等超过美国。 其他方面也会很快被超越,并表示中国有非常多有天赋的工程师。甚至有网友调侃,如果阿里达摩苑成功接受被裁的工程师们,若干年后。中国工程师依旧是中国人仰望的大神。 在很多国人对中国制造、中国创新产生质疑的时候。外国人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厉害,并有意识的压制。这次甲骨文的裁员,或许也能让国人重新思考,中国的科技公司有创新精神。 是的,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走在创新的路上。加兜科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近日。它已经与中信通讯达成合作,研究轨道交通5G的创新应用。 5G究竟能对轨道交通做出多大的贡献?加兜科技与中信通讯给出了答案。 他们将深入挖掘它在车站系统、地铁智能运围、地铁综合安放、地铁乘客服务等多方面的创新应用。不仅如此,还在技术方案、场景需求等方面进行研究。 这场合作必然能让城市智能交通跨出更大的一步。请给国内企业一点信心,在不久的将来,中国企业肯定会在创新领域上,让外国企业闻风丧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